这是生态水草教室最后一座开缸的水草缸 是加大三次 天然细砂是最扎实的底土 有利于水草扎根 所以我会铺10到25公分厚 安装我们自行研发的生态过滤系统 能有效分解水中毒物 所以可以永远不用换水不用翻缸 下造景石设计成三型的地形 共有三颗造景石放纹了才不会倒 造景原则上水草跟着地形还有造景石走 那造景就不错看哦 红海帆适合高大上的钢 如果环境好会长得高大威猛 成为足景草 因为常种水草 习惯用手指下红海帆省时又省力 这钢造景的主题叫做山中仙翁 有山轮 有树林 有树虫 有草虫 两尊老翁对弈在下棋 形成一副山水化的景观 很耐看哦 有树林